这个项目现在越来越少人游 那么我觉得我还能准备动再坚持坚持 然后最重要的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 我是去练挑战自己的能力和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巩固 在这个项目上去做好自己心理建设 去勇于挑战自己 然后我想可能放松心态可能会有更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我现在对一圈五的话 当我还是一圈保持者 因为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现在对一圈五这个心理建设 比之前前两个人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这也源于在这一年半的时间 主导文丹丁丝给我在训练上的加强 也是很感谢他们 当然因为我要从二百游到一千五 所以说这个训练是计划非常难制定 因为又要巩固到二百 又要巩固到四百八百一千五 所以这也是体现两位专轮员的 比如说一个经验和水平吧 那么我想我能做的就是 咬牙用医治品质来回报他们在训练中对我们的付出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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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